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近期 中美之间的博弈是愈演愈烈 并且的范围也是延烧到了联合国 那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当中 再次把新冠肺炎称为中国病毒 特朗普表示说新冠肺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全球再次面临看不见的敌人 又说中国大陆必须要将温情传播到全世界而负责 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当中 清晰地表示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 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利 更不能够在世界上我行我素 搞霸权霸凌霸道 习近平也对世界需要什么样的联合国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主持公道 第二例行法制 第三促进合作 第四聚焦行动 那谁先生对于当前国际的大形势 还有中美两国在联合国的这个交锋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经常讲全球一盘期中美大博一 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中美大博一的场域 从过去我们熟悉的经济贸易科技军事地缘太空 延烧到了联合国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美国的国家领导人居然在这个联合国这么一个场合里面 点名中国 妖魔化中国 栽赃中国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也是第一次中国领导人不点名的 针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指出是霸凌霸道跟这个霸权 是真的有点针锋相对的意味了 那谁先生如何来解读现在这种现象 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双方的压力都很大 那么就美国来讲 这个美国今天特朗普的压力呢 我觉得有三个 一个就是选情 选情的压力 第二个是这个疫情 疫情控制起来很困难 现在有点失控的感觉 第三个是伤情 我觉得他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压力 就是万一这个没有当选的话 对他的商业帝国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的确如同您所说 对特朗普来说这个疫情选情还有商情三者是密不可分 三者又同时告急 所以说特朗普不得不找一个转移压力的一个靶子或者借口 于是呢就从过去打贸易牌 科技牌 再到后来的打香港牌 台湾牌 新疆牌 再到现在打起了联合国牌 那或许这一系列牌对特朗普的选情是有帮助 但是他的代价也不小必定会进一步的损害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影响力和形象 那中国呢中国的压力应该是越来越大了吧 对中国的压力确实也很大 我觉得也是前所未有的大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直接跟间接呢 有都跟美国有关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 看得很明白 美国今天是把中国当作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对手 甚至于这个敌人要把中国往实力打这第一条 那么第二就是整个国际社会 由于美国霸权呢 已经撑了差不多半个多世纪 受到美国的影响 那么特别是美国也掌控了国际话语权 使到整个国际社会里面也似乎很明显的偏向于在美国 被美国主导在孤立中国对抗中国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注意到中国现在的周边的形势 特别在西南方跟东南方 都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 你都会看得很清楚 这个背后都是有美国的影子在那边 您这样一解析 其实非常清楚 源头都是在美国那边 但是中国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应该是近几年的事情 那面对困难局面如何来解读呢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吧 这个第一方面 首先这个中国现在面临压力 第一方面来自于刚才讲美国 因为我们过去讲了很多休止的陷阱 中国现在紧追在美国后面 美国压力很大 而且中国跟美国差距是越来越小 所以美国就担心有一天就被中国超过 GDP可能已经固定确定了 还有GDP让科技跟军事 美国压力就很大 这是第一个 那这应该是一个最基本面的原因了 那第二方面又是什么呢 第二方面是整个国际社会 那么我刚才前面提到 国际社会呢 有美国的影子在主导 但我们必须看到国际社会里面 除了美国因素之外呢 确实还有些其他方面的因素 值得我们注意一下 首先呢对大多数的国际社会来讲 中国崛起初太快 那么对他们来讲有点适应不良 特别是他们印象中的中国呢 是1840年以后进来的一个中国 所以他们觉得中国今天出现很多方案 他们会有各种复杂的心理的反应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确实在很多的一个 就这几年来吧 中国这个因为发达了开始 那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到国外去经商 也有很多人到国外去旅游 我们必须客观的看到 这里面可能不少的一些负面印象 确实也在西方社会中被留下来了 对中国来讲 当然值得中国特别加以自体去反思 那第三方面呢 我们觉得由于文化上面差异 在很多事情处理上 包括对新闻的管理 或者是这个人权方面的一个态度 确实存在了某种程度的差异 这里面没有什么好跟坏的问题 但是很容易被西方当做一个话题来加以炒作 的确有这样的情况 那接下来还有其他原因的一些分析吗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有一些遗留下来问题 比方说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 中印之间的边界 或者过去我们谈到香港问题或台湾问题 都是历史上留下来 中国在处理必须要处理 但中国在处理的时候 很容易被一些居心叵测的西方的政客 政党或者是媒体 来加以故意的扭曲跟丑化 因此也对中国造成了一个国际处境上的一个不利的局面 是 特别是现在这个国际话语权和媒体 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中 非常容易成为美国或者说西方的工具 对中国处境不利 那中国该如何去面对来化解这个问题 您觉得未来中国在国际这个舆论环境当中 该如何去做会乐观吗 我觉得从长期来讲 还是可以审慎乐观的 但这需要一个时间 我觉得主要是靠三个方面 第一就靠中国自己 第二是靠时间 第三是靠美国 这三个角度很有意思 靠中国自己 靠时间 靠美国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 先说第一个靠中国自己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过去41年来 中国从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 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状态 变成全世界 大家瞩目的一个大国的一个状态 主要还是靠自己 对不对 来改靠开放 不断自己努力的结果 那么因此中国当前面对的一些困扰 来自于国际处境的一些困难 更大的 还是要靠自己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些 比如说近期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于科技上出手狠狠 尤其对一些关键的产品技术 想卡住中国的脖子 那中国如何面对呢 对 这就是当前国际处境中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说呢 我想首先我们得看到一个现象或事实 就是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特朗普今天出手很猛 那之前美国经常也是对中国加以这个 但是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几乎没有一次美国在对中国遏制的时候 不被中国在倒逼的形象 走出一条新的出路 这个现象是非常有趣 而且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中国在倒逼之下取得出路 例子还不少 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随便举办 5G就是一个 空中的预警机又是一个 北斗导航又是一个 乃至于太空站也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般人比较少注意到 航空母舰 那个舰载机着陆的时候 它需要阻拦锁 这阻拦锁也都被卡住了 也被卡住的 但中国统统给它搞出来了 这都是近代的 再找一点原子弹导弹 什么卫星 什么潜艇 没有一个不是被倒逼之下 中国自己给它搞出来的 不但有 而且世界上 现在中国的水平 有的还领先全世界了 真的都是靠自己 这样的例子的确不少 一项当中 全世界能够像中国这样 面临着重重的封锁之下 还能够总是冲出一条活路的国家 好像很少 甚至是可以说是没有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得到 是因为中国人聪明吗 中国人当然聪明 不过我觉得更重要一条 就是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体制 我们把它叫做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能举例说明吗 这个概念 好 眼前就正好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历史 最近我看到一个相关的新闻 就是四个部委联合发表的 发布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打造中国 十个有关于战略性的 新兴产业基地 那么希望能够走上 自主创新这条路 摆脱被外国围困的一个压力 哪四个部委具体如何推动呢 就是科技委 这个工信部 或者科技部 还有财政部等等 那么他们选定了一些 比方像5G 这个芯片 高级芯片 疫苗 还有发动 飞机发动机等等 那么通过政策 跟这个财政的方式 来加以给它支持 来加以发展 就是说选定了一些产业 和技术领域之后 以政府借助的方式 去辅导他们发展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主要是两个背景 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针对中国 采取了全方面的 这个所谓的科技战 压得中国透不透气 第二个就是这次疫情有关系 因为疫情呢 把全世界的供应链 科技链通通切断了 所以像中国这么一个大国 还有这个条件 自己去搞出一个 本身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出来 那这就是倒逼了 那请问在众多的科技和产品领域当中 该如何去选择和判断呢 那中国基本上 以我看那个文件的 大概分成三大类 第一大类就选择了中国 基本上已经领先的 但是要确保它领先 比方说这个5G 5G中国现在已经有40个基站 在全世界也要领先 而且把深圳也变成第一个 组网的城市 也是全世界最领先的 那么现在在政策上 需要给它更加投入 比方说这个5G有关的一个建设 跟民用商用加强的去发展 同时关于这个建筑物 或者是一些住房 怎么样跟5G的基站 这个要配合 在政策上都需要重新改造 给人家修订来加速它的发展 确保领先的优势 明白 您说的这一类其实是中国本来就已经占了优势的产品 那那些被卡住博士的产品该如何做呢 我们具体的例子都知道 比方说芯片 飞机发动机 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 这方面中国就知道 必须要从根抓起了 加强基础的科研 从研究机构 从教育部门开始 然后深化到更底层的中学的教育等等 在这方面投注大量的资源下去 就是要倒逼成功 那第三类产品是什么呢 第三类的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有很不错的表现 可以跟全世界跟它来比的了 那么但是呢 中国需要能够加大投入呢 确保中国能够从里面能够窜出来 比方向这个疫苗 那我们现在全世界的这个 关于这个新冠的疫苗现在都发展 那中国现在也处在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地位 那怎么样能够确保中国能够脱颖而出 能够最快的发展出最好的又最便宜的 又能大规模生产疫苗 确保中国以及全世界经济尽快能够运转起来 这是中国现在全力以赴的事 如果第三类产品能够实现的话 真的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什么叫做真正负责任的大国了 那实验生刚刚您举了很多例子 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压力之下冲出重围 是和中国政府所发挥的一些关键角色是密不可分的呢 一定没错 所以我们常把他叫做举国体制 所以我认为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的基本上是市场经济 再加上政府规划的有机的结合的一种经济模式 市场和规划两者并存 可以不产生矛盾吗 可以 只要你配合的好 那市场还是让市场尽量去发挥它的一个良好作用 但市场有所不足的地方 那么政府就应该做一些必要的介入了 还是给我们再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吧 在哪些领域 你比方说市场它能够 这个民营企业它自己能够发展 你政府就不要管了 但是有很多的一些产业或者产品呢 它是需要很大资本的 那民间可能不够 它可能面临到很大的风险的 民间可能不愿意 它可能需要长期才能够有收入的 民间可能意愿也很低 特别是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战略性的 或者是被卡着脖子的 这些当然都必须要由政府来当人不让的出面了 这就是政府的角色 那政府在其中的具体的角色和作为该是什么呢 具体的作为第一 就是做一个必要的科学性的一个选择 做一个选择了之后 然后做一个政策方面的协调 各部委必须要在这边协调一致 第二个就必须增加政策上的配合 或者是财政上的投入 第三就是如果有必要 国有企业就必须要介入了 这就是所谓的举国体制的意思 明白了 为什么说在重重压力之下 中国总是能够冲出血路 冲出活路 让那些本来想卡中国脖子的国家感到失望 也让一些围观者感到意外 估计这个关键就在这里了 对这是一般人没注意到的 而我们都看到这是中国独有 而全世界各国基本上没有的一种所谓举国体制 但是有人看到了 你比方说我最近看到这个微软创办员比尔盖茨 他很反对特朗普现在对中国采取的这种全面性的 科技各方面的一种打压的行为 他说你这样做以后对我们美国不见得好 这反而能够让中国能够比预定的时间 更早的达到自给自足的一种状态 所以他提醒美国 你这样做反而害了美国自己 显然这个特朗普看的一定没有比尔盖茨这么的深远 刚刚实验生谈到说为了改善目前中国所处的一个国际地位当中 需要靠三个方面 刚刚谈到第一点就是靠自己 尤其是靠自己体制的优势 还有两个点 靠时间 靠美国 该如何解读精彩内容 广告回来见 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时评大财经 在上一节当中我们谈到中国如果想要改善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 要靠三个 第一个就是要靠自己 尤其是靠自己持续不断的体制优化探索改革 那么另外还要靠时间 靠美国 请问实验生这是什么意思 请您继续为我们做分析 好吧 我们把这顺序调一调 咱们先看靠美国 最后再谈靠时间 那么就靠美国来讲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来 中国当前国际处境困难了 直接跟间接都跟美国的运作有关系 这是第一条 第二 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影响到中国的什么种种力量跟运势 似乎都在有一种弱化的一个现象 说白了就是您经常所说的 美国的运势会下行这个意思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形势判断 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论断 我觉得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我认为美国其实已经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核心的危机 美国不只是有危机而且还是核心危机 是和中国的博弈竞争有关系吗 能不能具体跟我们展开说一下 行 我们大家注意到人类的21世纪 到现在为止刚开头 但是很清楚的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件 人类历史的头号事件 就是中国跟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强国的互相的博弈跟竞争了 那么这个博弈跟竞争现在出现在两个重大场 一个是综合实力 综合实力包括了经济科技产业太空等等等等 甚至包括联合国等等 第二个是地缘战略 中国跟美国在这两个方面 目前正在进行或者出现了非常激烈的竞争或者是冲撞 当前的形势的确如此 那未来这种胜负的前景可否做一个判断呢 理想的很好 那么这样一个激烈的竞争跟冲撞呢 或迟或早就必然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有个胜负的结果 那么不外是两种情况 就第一个 美国在这个竞争的激烈中失败了 那么这个就没有任何悬念 美国的运势就往下行了 这个美国的核心什么都没用了 第二个 如果美国胜出 即便美国胜出也并不意味着 美国的霸权也许继续程序 但是不意味着美国的霸权不会往下走 因为这里面就刚才讲的核心的危机在那边 明白了 意思就说 即使美国的霸权可以暂时的存去 但是也可能会以为美国本身的危机而出现下行的情况 由胜转衰 一点没错 那我们注意到美国霸权之所以能够出现 或者能够运作成立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跟美国的体制跟美国的价值有关 这个美国的体制跟美国的价值 是美国霸权存在的一个基础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体制跟美国价值正在出现松动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建立在这个体制跟价值上的霸权 也就会跟着松动 而这就是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一些真相 征兆或者一些现象 实验是能否针对美国的核心价值和美国的霸权 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具体的分析 好我们就看看过去这一个世纪 就是美国霸权的世纪吧 从1918年取代英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 然后这到现在的位置 2020年正好是100年嘛 这100年美国从原本的孤立主义 在二战的时候开始介入了国际社会 二战之后的表现非常出色 扮演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对世界各国提供援助等等 那么但到后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霸权的角色 开始出现一个质变了 虽然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个 在过去一段时间那个软实力 还是发展的很好的 那么他给美国争取到很多很多的一个 国际上的一个支持跟肯定 那么同时他也通过这个软实力 发挥他更大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国际人才到美国去 更壮大的美国的实力 可以看出这个美国的霸权 其实是和美国的价值与体制 是密不可分的 一点没错 所以正因为美国的体制 跟美国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呢 他也因此壮大了美国的各方面的实力 综合实力 不管是经济啊 金融啊等等 那么这种实力壮大 也就进一步在让美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取得了各种竞争上 或者是控制上的优势 不管是经济 金融 军事情报各方面 所以就成就了美国的霸眼 这个分析叙事逻辑是相当的清晰 还有一个问题想进一步请教的是 第一 如果说美国的运势 的确已经真的 或者说正在下滑 这是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情况 第二是 如果真的下滑的话 是否必然和与之背后相联系的 美国体制与价值有关系呢 照我过去的分析呢 我是以2000年作为美国运势的一个转折点或者拐点的 在这之前美国的运势一直上升 然后过了2000年之后美国运势就开始下降 那么这个下降的一个现象呢 在我们现在就可以举出一些佐证的例子 证明美国的运势下降跟美国的实力有关系 你看美国居然以这么长的一个军事大国 居然在这个2003年两场反恐战争中 并没有办法赢得很漂亮 说明它本身其实应该出现问题了 美国以一个这个资本主义的强国 居然在2008年的时候 不能够免于一次世纪性的金融危机 把自己搞得一灰头肚炼 也殃及全世界 那么甚至于现在美国面对到 这个最强大竞争者的时候 居然还以各种不体面的 这个很肮脏的一个手段来对付中国 这也就说明美国体制本身也在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先生您说的都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呢有一些人会觉得 这主要是跟美国个别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 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论断 特朗普个人确实是很受到负面的评价的 不管是这个人霸权霸道蛮横 或者是有小聪明没有大战略 那么甚至于还非常自私 但是我要指出 是什么样的一个体制能够选出这么一个总统 横行霸道的总统 是什么样的一个体制能够让这个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居然能够如此的蛮横 没有受到任何的监督跟制衡 这难道不就是折射出美国的体制 跟美国的价值本身的一些深层次的危机跟问题了吗 的确这是一个非常深刻 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一定是其中某一些环节出了问题 该如何去解读和进一步的剖析呢 休息片刻 精彩内容 马上回来 欢迎请回到视频大财经 我们接着话题继续聊 那谁先生是不是刚刚我们所分析的特朗普的形势风格 还有特朗普现象 其实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美国这种价值的危机对吗 或者体制的危机 因为没错 我们刚刚讲了一些 那么现在才可以做一些补充 我们知道美国的体制呢 有一个他们非常自豪 就是三权分立 你严格的说是四权分立 就是行政立法 司法之外 还有货币权 但是你可以看到 目前这几年来 在特朗普的主政之下 那么最近这一阵子不是闹出了大法官的领选的问题吗 这说明他的司法独立性已经开始被危机到了 就是说 另外的货币权 货币 就是联储局呢 本来的货币政策是必须要独立的 不能够被这个白宫啊 或者是被美国任何力量所影响 但过去这几年 特朗普上来以后 指手画脚的 要求这个联储局要这个降低利率啊 干什么量化宽松了 搞得鲍威尔 就联储局主席这个无所适从 而且必须在他的淫威之下 不断的采取量化宽松 这就是美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危机 再比方说 我们讲这个美国很自豪的两党轮替 现在变成两党恶斗 而且是没有是非黑白的一种恶斗 完全是为了权力恶斗 那么所谓的议会政治啊 就国会 国会现在变成了什么利益团体的交易场所啊 枪支的问题不能解决 医疗的问题或者各种利益团体 华尔街通通在这边进行利益交换啊 这么最后年 所谓的美国式的美国选举政治 最近不是也闹出很多事吗 这特朗普居然可以说 如果我落选的话 我不会下台的啊 一定是他那边有问题 然后这个邮政的这个投票的啊 邮寄的投票 可能也有问题了 诸如此类 你不觉得美国体制跟美国价值已经变成百孔千仓了吗 啊 所以美国一向自豪 甚至享誉于世的制度 或者体制 不管是政治体制 经济体制 还是社会体制 其实都已经出现了问题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像贫富的差距 还有种族的冲突 甚至华尔街危机等等 你讲的不错 那么所以过去给大家的印象啊 确实美国强调民主法治啊 人权自由等等 那现在回过来看美国的种种表现 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伪善 会非常大的一种虚假 呃 这就是我今天特别强调的 美国在这方面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那么这个危机对美国的霸权 是会造成非常深远的 而且巨大的冲击跟伤害的 相当同意您的观点和分析 也明白了原来您所说的靠美国 是一种反讽的含义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谈谈靠美国之外呢 就是谈靠时间了啊 最后一个 那我们刚才呢 中国现在国际处境是比较困难 是因为长久以来 美国是一个霸权 美国强势 美国主导的全球话语权 而中国呢 长期以来在西方国家印象中 是一个贫弱的国家 真正崛起不过40年左右的光景 但是呢 随着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这个霸权是有问题的 并不是完美的 而且问题很多 所以美国 主导全世界的国际舆论 诱导全世界的力量 国家来跟中国 孤立中国 对抗中国 这个趋势 会慢慢的减弱下去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中国过去不为西方国家 很多国家所理解的 中国的真正的 有价值的那些核心竞争力 也会逐渐因为时间 而被国际社会所理解 所认同 所高度的肯定 称赞了 说到底 其实一切都是软实力 那我们看到 美国的软实力 正在逐渐的败坏下去 那到底中国的软实力 会如何去评价 如何去分析呢 我们立刻进入到 评说新语 好 欢迎继续回到 时评大财经 石先生 今天我们评说新语的题目 是什么呢 题目是 汤恩比看中国 汤恩比是一位 非常有影响力的 英国的历史学家 他的著作是 历史研究 一个很大不头的作品 其中有谈到 中国的部分吗 有的 在这本 大不头作品里面 他看了全世界 认为最主要的 26个民族 当然中华民族在其中之一 那么其中对于 这个人类的未来的前途呢 他讲的下面三句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了 他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 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对 这句话现在常听到 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说 理据何在呢 我觉得他最重要一个理据 还是从文化 从文明着手的 他认为 在21世纪面临的很多 复杂的问题 西方的一些 文明跟文化 都找不出解答 只有在中国的儒家文化 即发源于印度 然后在中国发扬 壮大的 这个所谓的大乘文化 这两种东方文化的组合 才能够有助于 去解决 人类21世纪的 所有的宜兰杂政 人为补离去 如果事实的再加上一些 西方的比较优质的文化 那当然是更理想了 那他所预测的一个 人类前途是什么样子的 他特别强调 就是刚才讲 以中国的过去的历史 跟中国的历史经验 在走向所谓大一统的过程中 展现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验 一个方法 他认为这是所有西方社会所没有的 由此他就认为 他说中国有这个条件 带领 引领全人类去走向一个 更大一统的一个世界 或者人类社会 我觉得他对中国的评价 看起来非常的高 但是我觉得很中肯 我觉得中国真正能够从长远角度 能赢得国际间的尊重 来自于化解 来自于国际间的国际处境的困境 更长远的是要靠中国的文化 随便大家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学院再会 好 我们下周见 接着为您播出 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